小红是安徽人 跟丈夫一起在杭州打拼 做互联网这一块的工作 两人成家不久 在杭州有车有房 小夫妻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小红说 去年六月份 她打算考公务员 就在中工教育杭州萧山分校 交了37,800块钱 报了一个省考培训班 她分好几个档次 然后最贵的话是37,800 承诺的是如果没有过的话 是可以全款退的 然后我们当时就选择了这个 合同约定 乙方也就是小红 如笔试或者面试未通过 甲方也就是中工教育方面 会向乙方退款37,800元 小红说 省考她笔试就没有过 于是向中工方面提出全额退款 然后他们一开始态度也是挺好的 然后把我的那个银行卡 收款信息都收集上去了 他说要满45天 我们是2022年的8月9号的时候提交的 然后按照45个工作日的话 应该是10月13号就应该退款了 但是到10月份的时候就一直都退不了 小红说她多次催促 一直等到去年12月份都没有下文 只好打了12345反应情况 经过相关部门协调 中工方面联系上她 提出分期退款的方案 他们跟我们说 如果你要是退全款的话 这个时间是未定的 但是如果你要签分期的话 我可以先按时期 每一期给你打10% 37,800块钱分成十期 每期应退还3780块钱 根据协议 去年12月下旬 第一笔退款已经按时到账 按理小红暂时可以放心一些 但她说家里遇到了困难 因为我们家现在就是发生了那种突发的情况 我老公被诈骗了59万 去年12月3号就被诈骗了 然后我们当时就报案了 她有一个电话打过来说 之前在上学期间开了一个账户 那个账户呢 她说是因为是学生账户 属于是就是学生贷款是不允许的 需要帮我把这个账户关掉 然后当时就就是以关闭账户的这个名义 就是在各个银行卡上面去做这个 就是等于是网贷的这个操作 但是因为她说的是关闭账户 所以我并没有发现它是在网贷 那你学生是在贷过款吗 没有贷过款 但是当时确实银行卡什么的都是学生是在开的 以注销账户的名义 让受骗者办理贷款 再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 常看我们1818黄建的观众应该很清楚 这是一种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法 是不是让你提供了你的这个什么验证码 还有身份证这些信息 对对 是的 她好像是她是先让我下了一个软件 就是可以看到我手机的操作 这样她就能她自己就能看到 她问你要了验证码 对对 让你转过去 对 填了她的银行卡是吧 对 是的 最开始也没有发现这个 就也没有这个经历 也没有这个经验 就可能平时新闻也看得少了 注销账户是假的 但小王的每一笔贷款 却是真实存在的 小红说 案件目前还在调查 这一年过去了 银行的贷款到了该还的时候 所以就是今年的12月3号到期 然后我们在到期之前的话 就是把家里的车子 还有车位 还有亲戚朋友借了几十万 然后就全部先还上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没有钱 然后还欠万债 然后我们就想说 能不能协调一下 就是可以全款退给我们 采访时正值元旦假期 中公教育杭州萧山分校里 有一位方老师在值班 接着跟他说明了 小红两口子遇到的情况 能不能就是说提前找点 我知道 但是所以 但是就是这个事情 我们这边谁都解决不了 有没有领导 或者说谁对接这个事 没有 您要找只能找杭州 杭州市场路那边 我们杭州总部 有人在吗 您好 中公教育杭州总部门开着 但几个办公室找下来 都没有见到人 记者拨打了中公教育 北京总部的一个投诉建议电话 也一直没有人接听 小红打听到了一个北京的手机号码 打过去之后 对方表示 自己的确是中公教育 北京总部的工作人员 杭州总部没人估计是因为元旦放假 对于小红的事情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元旦假期结束后 应该会有工作人员对接 记者不放心 也把自己的电话留给 中公教育杭州 萧山分校的方老师 对方也表示 会向上级汇报 有消息后会及时反馈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Catalントbrook 优优独播剧ul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